王仁勋掀起AI热潮 而中兴大学也在运动赛事方面 运用了AI来提升球技 我们来看到这是桌球选手曹童军 他就是透过新大自行开发的 AI球路自动追踪系统 还有战技术模拟分析系统 在科学化的训练之下 知己知彼成效相当的惊人 所以他今年也再度在全大运中 拿下了桌球女单金牌 创下四年三斤的傲人成绩 今年夺下全大运桌球女单金牌的 曹童军已经52岁 是2000年从大陆驾到台湾来 目前在中兴大学就读 参加全大运 在赛程中遇上比他年轻一大截的对手 本来就很吃力 加上他有救伤 去年痛失金牌之后 就透过这套AI系统找到球技盲点 也分析对手的风格 终于今年再度夺金 都几乎是3比0 只有一场是3比1 所以是在体力上也是节省的蛮多 AI帮他知己知彼 克服体力和年龄的劣势 不断地进化他的球技找到赢的策略 教练也说这套系统不但操作方便易上手 搜集资讯更完整 同时在视觉效果 助记功能和影片回顾方面都犹如神助 尤其中小学这一块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现在小朋友对所谓什么叫技战术 他们不是很理解 所以透过接触到这一套系统 他们可以开始慢慢学小 不只选手培训 未来AI也会针对初学者或老年人 做姿态的分析回馈 帮助动作修正 减少更多的运动伤害 接着王胜炫台中报道 好来看到只花一元 就中了千万元的奖金 高雄凤山有一间连锁咖啡店 客人前来消费 花了一块钱加买塑胶袋 就中了今年三到四月份发票的千万大奖 献杀不少人 而这一期19张的千万大奖 其中就有8张 消费金额都是在100元以下 第二滴的消费金额也才花了46元 就抱走千万大奖 贴上大大红色公告 感谢财神眷顾 这间连锁咖啡店 顾客只消费一元 就中了千万大奖 花了一块钱 就是为了加购这个塑胶袋 以外获得大奖消息传出 民众也知乎真的好幸运 很幸运的啊 你驚我们驚来这里 我们都不能赴到 对啊 算是较六匹啦 我大人要问个名字 文好啊 发票千万开奖地点 就在高雄凤山区 这间连锁咖啡店 而根据统计 今年三四月 千万中奖发票 共有十九张 有八张消费金额 在一百元以下 以食品饮料为主 其中最低金额 就是一元加购塑胶袋 而第二滴的金额 在屏东恒春 也只花了四十六元买食物 就把千万抱回家 国税局有打电话 给我们说有一张发票 然后他跟我们说 你们中了一千万这样 确定是他只有买一个 一块钱的袋子 不是那种洗发票 买很多个袋子这样 还蛮高兴的 因为算是我们开第二次了 一元消费 幸运而晋升千万富翁 财神言俊顾下 也为商家带来商机 展喜气 接着成本就登明 高线报道 我 intentions�� Yahweh 幸运 幸运 害 连 你